新北樹林某一間科技廠的 群聚事件再擴大 昨天再新增了實力確診 緊急再匡列公司的 910名員工之後 在今天又驗出了10人陽性 也讓這起群聚案短短兩天 累計已經有20人染疫了 而眼看著這疫情延燒 讓外界很憂心 是不是要在科技廠 設立前進指揮所來控制疫情呢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說 目前還沒有必要 新北樹林某科技廠 群聚感染繼續蔓延 25號才剛爆出實力確診 擴大採檢後 現在又增另外10人染疫 這10名陽性確診個案 我們都已經採取 快速的做好疫調 隔離跟整個所有的採檢步驟 這起群聚案 從科技廠一名越南籍移工 因為發燒就醫採檢確診後 新北市衛生職 連夜採檢公司208人 結果第一輪篩出9人染疫 接著再擴大匡列910名員工 又發現新增10人確診 讓這起群聚案 在短短兩天內 累計20人染疫 拜王必勝執行長去做前進指揮所 到目前還沒有這必要 新北市都一直做得蠻好的 同樣在25號確診的 還有另外一名中和工廠作業員 也是出現發售症狀 採檢後確診 共匡列8人 而結果尚未出爐 目前新北市新增的兩起確診事件 感染來源都還未明 只能疫調資訊補齊 盡快理清 最重要的 台灣本土近期不斷爆出了 感染源不明的個案 高雄 新北還一次性出現了 大量的病例 加上境外移入個案連日超過百例 讓不少民眾非常擔心 有一時點出了兩大原因 一個是民眾的防疫鬆懈了 另外一個就是當檢疫天數 縮短為10天 就會有漏網之魚進入社區 直言未來還會有更多案例出現 不過只要我國的本土個案確診 當日沒有破百的話 認為邊境是可以持續開放的 不用太過擔心 台灣本土疫情升溫 新北樹林科技公司 一口氣爆出雙位數群聚 基隆有遠景確診 通通都是感染源不明 有增加點出 本土疫情暴增原因 除了民眾防疫鬆懈 聚餐群聚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當入境檢疫 縮短成10天後 讓境外個案漏進社區的機會 也大幅提升 ACIP咒集人李彬寅指出 只要未來持續縮短 一定會有更多 而且更頻繁的案例出現 本來就有預期 雖然Omicron它絕大部分發病 是99.04%左右 是在10天內 但是還是有0.幾% 會到14天左右 所以這個一定會有一些 少數的病例流出來 Middle Omicron B1.2 陳柏麗驚人 有官貴專家強調 就算再怎麼綿密的防伴 都不可能完全沒個案 比起清零更應該學習與病毒共存 除非每一天新增的本土個案破百例 或者是重症患者大幅增加 否則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大概都三到百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要稍微說一下下 就是說把這個措施再把它弄嚴格回來 但如果都是十幾 十幾 二十幾 那我想都還是在我們可以 做那麼的範圍裡面 但未來縮短檢疫 還是要持續執行旅客落地採檢 另外機場工作人員 尤其是清倉人員 三期疫苗接種率 要達到百分之百 才能減少對社區造成的風險 就有一點迷失的Tayvoto 高雄南子區一間食品公司 日前被人檢舉 涉嫌提供過期的食品 給機構團體廚房做團膳使用 衛生單位前往機查 果然在其中的兩間倉庫跟廚房 查獲了有過期的 白米佛跳牆等等的食品 現在也將針對業者 依違反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處於最高兩億元以下罰還 一盒又一盒冷凍食品 全都已經過期 衛生單位機查果然查獲不法 所有也在倉庫找到更多事證 一包又一包白米 衛生局人員一一檢查仔細 堆積成山的白米 明明超過保存期限 食品業者卻持續販售 現在也被衛生單位揪出 衛生局接獲民眾反映 某食品業者 涉嫌提供過期食品 給機構團體廚房使用 該業者提供食品外 也派廚師進駐機構的廚房烹調 原來這間位在高雄南子區的食品公司 不僅涉嫌販賣過期品供團膳使用 還派住廚師協助烹煮 衛生單位前往查契 也在兩處食材倉庫跟廚房 發現魚旗白米佛跳牆等十項食品 當場予以封存 恐怕也是受害的餐廳 如今鐵門拉下來 至於食品公司員工則態度低調 依據規定最高可儲兩億元拔還 只是過期食品就怕民眾早已吃下肚 倘若違規屬實 業者黑心行徑 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藉由高雄縱報導 盧委會主委邱泰三日前針對兩岸關係論述 兩岸認為應該雙方都得承認主權 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接著也投書華盛頓郵報 文章指出台灣在任何時候都不曾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鋼鐵般的事實 兩岸對美事務部門同時出手 被形容是抗中保台組合權 而在野黨立委則解讀說 這是為了選舉再打抗中牌 如果是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 不是台獨的話 未來再跟對岸做任何的這樣的一個協商 應該是一個會比較好的基本的條件 陸委會主委邱泰三23號立院被巡時 強調維護中華民國主權 被說和馬前總統論述有些相似 他在把話說得更清楚一點 跟馬總統不太一樣 國民黨如果在大陸 應該要大膽的堅持中華民國的主權 而不是互不否認主權 邱泰三強調過去國民黨主張互不否認 治權已經不夠 現在應該要互相承認主權 五毒油毆 駐美代表蕭美琴也這麼說 蕭美琴投書華盛頓郵報 文章指出台灣與烏克蘭都長期忍受 好戰的獨裁鄰國 台灣在任何時候都不曾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鋼鐵般的事實 兩人接力發聲 被解讀是政府有節奏地打出抗中保台組合拳 從近期與美日互動也可見端倪 接連跟日本安倍 美國拜登特使團 借烏俄戰爭的關注度 讓全世界民主國家知道台灣主權的重要 不要為了選舉操作 抗中保台 必須拿出具體的方法 記者烏俄情勢中華民國主權 曾討論焦點 不過在選舉年 兩岸與對美事務的單位主管相繼出售 一連串動作引發聯想 記者戰訓練未成台報道